我以為我會很激動 但是好像也還好 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就是每一天晚上都會稍微想過吧 我會想過自己 破全國或是拿下金牌 或者是說 拿下什麼樣的成績 當然也會有說我萬一 可能起跑違規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各種想法就是在這幾天 不斷的會 出現在你的腦海裡面 然後 你要怎麼去調適自己的心情 然後讓自己被冷靜下來 然後失去的情形 然後把 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 去做休息 也好 去做熱身 或是在比賽場上 毫無其他的想法 我覺得 這些都是在這幾天一直不斷重複的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比賽就是這樣 很多 很多事情都是只有你 自己在當下你才會感受得到的 而不是說在場上看到那些 秒數或者是 這麼的簡單 所以我覺得說每個選手都 都有 都很困難的在這條路上 繼續努力 那我也希望說 今天之後 還有 還有一些項目 我們轉 田徑上面還有一些項目 希望大家都可以 更衡出 我覺得 其實 心態上 有很大的 轉變吧 因為 從一開始 在100 就是我們不是設定為 讓我可以自己找一點進入狀況 所以我才下去靠100公司的地上 很幸運地有進到組織 所以我們在組織賽也是一樣的想法 讓自己可以 提早的去備戰 然後主要目標還是放在 200公司跟接力上面 那 在目前看來 我覺得這個戰術 這個規劃啦 是還蠻順利的 有達到我們的預期 這一屆雖然說 不管是獎牌或是成績都沒有向上右屆這麼的亮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我自己的成長 不只是在成績上面 我覺得更多是在心態上面 那 我覺得這是成為 更頂尖的選手 要 具備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希望說在今年 在心態上面有一個這麼大的掌握 我希望說在明年甚至在挑戰奧運的時候可以有 帶著這次的經驗 那 在訓練上再做更好的調整 沒辦法說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拉標奧運